发了小型医院群聚案件 市长侯友宜已经证实 新北某个照护呼吸器病患的小型医院 有病患在8月1号确诊 扩大裁剪之后发现 这个病房四位的外籍看护也确诊 总计匡列243人PCR养性11人 其中五个人是明天要公布的案号 先来听他们的最新说法 这家医院呢 其实它是一个主要照顾 长期依赖呼吸器的 这个病患的一个小型医院 那它是因为案15792 那确诊了以后呢 就扩大的匡列 居隔以及裁剪 在裁剪的时候呢 发现有四位同住在医院宿舍的 这个外籍看护员确诊 那这个在第一时间呢 我们就会同中央的防疫医师 然后医院的感染专家 以及北区的指挥官 一起共同的来处理 那扩大的匡列 全院呢从8月2号开始 也就是昨天开始呢 就已经停止门诊 住院呢只出不进 全面的倾销 那而且呢 开始呢把这整个的 这个扩大匡列呢 扩及到全院的住院病人 看护陪病者 以及他的工作人员 总共呢 採检了182人 居家隔离呢 匡列了86人 那后续呢 还有五位的病人 目前PCR阳性 所以呢 这五位呢 可能会列入明天公布的个案 那目前呢 我们已经将该病房呢 全面的清空 好台南的朋友们看过来了 小心咯 台南市今天 虽然没有新增本土的病例 但是公布了一例是特殊 招有圈的确诊者的足迹 足迹寒广到处旁边造 遍及了包括台南永康 北区还有安南区 其中7月31号 曾经在永康 吃麻辣烫 吃了两个小时 也成为了首期开放餐饮 内用之后的 确诊者的足迹 那案15816呢 就是他是 我们的新北市的个案 20多岁的男性 那他是本身是无症状的 那因为在7月27 曾在北部接触 我们新北的个案15796 所以在8月1号的时候 因为15796确诊 所以被匡列为接触者 来进行居家隔离 那我们就是 马上在当天就是安排到 医院进行裁检 那晚间确诊 那案15816 我们本市总共匡列接触者 有9位 其中8位是在台南的家人 我们进行了居家隔离 那其中一位是防疫 计程车的司机 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那这9位目前裁检的结果呢 都是阴性